在美国总统拜登发文宣布退选之后 民主党内大佬也纷纷在第一时间 透过社群平台发表评论 前总统欧巴马表示 拜登一直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总统之一 同时也是他最亲爱的朋友跟伙伴 今天拜登再次提醒世人 他是一位最高级的爱国者 前总统克林顿则大战 拜登带领美国摆脱了疫情 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 真心的经济强化了民主 并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克林顿接着提到 没有什么比川普当选更令人担忧 因此克林顿也跟拜登一样 力挺副总统贺锦丽出马角逐白宫大位 前中文议长裴洛西也发文表示 拜登相当爱国 始终把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 他的远见 价值观和领导力 使他成为美国时尚最重要的总统之一 而相较于民主党对拜登赞誉有加 共和党的立场南辕北侧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范斯表示 如果拜登放弃争取连任 他如何证明自己还有资格担任总统 范斯认为拜登退选 坐舍了川普向来的说法 也就是拜登在精神上不足以担任总统 言下之意就是呼吁拜登持续总统职务 而共和党中英议长强生看法也类似 强生表示 拜登退选值得在民主党党内初选当中 1400万名投给他的美国人的选票 变成无效票 强生批评民主党的做法不民主 此外强生也批评贺锦丽 早就知道拜登无法升任总统职务 但却帮忙掩盖 强生同样附和范斯的说法 表示如果拜登不适合竞选总统 他也不适合担任总统 因此必须下台 尽管拜登在退选声明中提到 要等到本周稍晚才会对外说明详细原因 但其实跟川普辩论过后 党内早就开始酝酿撤换拜登 主要原因是拜登辩论表现不佳 不仅讲话含糊不清 还经常眼神呆滞 对于自己有力的议题 也无法好好的论述 让外界质疑他的健康状况 反观川普思路清晰 讲话坑枪有力 跟拜登形成强烈对比 不仅如此 拜登先前还多思口误闹出笑话 不仅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讲成了俄国总统普廷 还把副总统贺锦丽讲成了川普 拜登澄清 辩论表现不佳 是因为行程太满 害他差点在台上睡着 幕僚也透露 拜登当天有点感冒 尽管如此 拜登高龄不失论的形象 早已升职人心 有六成七的民众认为 川普赢得这场辩论 甚至有高达七成的选民认为 拜登应该主动退选 就在第一场辩论之后 舆论一面倒 质疑拜登的身心状况 民主党才惊觉大事不妙 先后有三十几位 民主党参众两院议员 公开呼吁拜登应该退选 坏过重量级的加州众议员 谢安达 他呼吁拜登传承火炬 确保自己的领导成就 让民主党能够击败川普 此外就连民主党参院领袖 舒默 以及众院少数党领袖 杰弗瑞斯 也传出私底下呼吁拜登退选 而前总统欧巴马 以及前中院议长裴洛西 也逐渐发出不看好拜登的信号 民主党上周民调显示 拜登在14个激战州 都输给川普 拜登出马恐怕胜算不高 美人社民调也显示 有高达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 希望拜登退选 拜登不被看好 反观川普遭枪击过后 声势持续看涨 尤其川普遭枪击当下 并为拔腿狂奔 而是在台上振臂高呼 也让共和党施行大阵 而当时川普脸上带着血迹 背后还有一面美国国旗的照片 在社群媒体上疯传 更有助于他塑造英雄形象 声势此消彼长 也让拜登面临更大的逼宫压力 不过对于退选的呼声 拜登一开始表现相当抗拒 已在强调将参选到底 甚至一度表示 只有上帝才能迫使他 放弃竞选连任 不过拜登高龄 以及身心状况不加的形象 依旧持续发酵 拜登上个星期才终于松口 首度谈到了退选条件 拜登表示 如果他的健康出现状况 或者意识告诉他 他有相关问题 他就会考虑退选 而报道发布当天 拜登也刚好传出确诊 紧急暂停的竞选行程 回到德拉瓦州隔离 尽管白宫才刚发布声明 表示服用抗病毒药物之后 拜登的症状明显改善 但却立即传出退选的消息 至于是健康状况 还是其他因素 有待拜登进一步说明 虽然拜登表态力挺贺锦丽 不过贺锦丽并无法自动获得提名 还需要经过党内初选确立 而除了贺锦丽以外 加州州长纽森 密西根州长惠特默 以及宾州州长夏皮罗 都是可能的人选 CNN民调显示 如果拿川普跟贺锦丽对比 川普支持率48% 而贺锦丽也有47% 不过这项民调 是在川普遭到枪棋之前做的 并未将枪棋案的影响纳入考量 假使民主党最后是贺锦丽出马 胜算如何 还需要其他民调数字佐证 此外距离投票还有四个多月 最后谁能怒主白宫 现在还很难说